前主席 前主席 吴主席 政府主席 党副主席 各位中党委 各位党务主管 各位党工同事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应吴主席之邀 在蒋固同盟 也是蒋固主席 金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前夕 来中党会报告他一生的情谊 我个人自感荣幸 各位都知道 过去三十年 各种民意调查显示 最后民国历任总统中 金国先生始终是 最受人民爱戴的一位 他 郑派 青年 秦政 爱您 大家都耳熟能详 因此我今天想换一个角度 从个人与金国先生接客一件小故事 来缅怀金国先生 民国五十一年 我念台北市大安初中一年级 家里从万华 翻到长安中路 一段八号 三楼 金国先生住在一段十八号 两家相聚不到八十楼起 从我们家四楼的顶楼阳台 可以看到他家的院里 有一年春节晚上 我们几个小孩 在铁楼阳台放鞭炮 用弹弓夹着最小的大龙炮 射到他家的院里 爆炸影响很大 刚刚才射出一发没有多久 我立刻就有人冲过来查问 结果发现只是一些小孩放鞭炮 他们态度很客气 也没有骂我呢 就走了 我想这应该是 金国先生时常告诫身边的人 要待人游礼 不过我们几个小孩 也没有敢再向他的寓所放炮 那一年金国先生 五十二岁 我十二岁 这是我对金国先生第一个印象 最不处标签严格 民工五十七年 我高中毕业后到成功里受训 被选为开训典礼的宣誓代表 各位看那个照片 在当时主持典礼的国防部长金国先生呢 宣誓效忠国家 宣誓完我跑上台 将试词送给金国先生 他收下试词 微笑着看着我 握着我的手 轻轻地说 谢谢你 这是我第一次 直接接触到金国先生 他的态度很亲切 他的握手很有力气 民国五十九年四月 金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份 到美国访问 在纽约的广场酒店 福安塞酒店的大门口 遭遇到枪击 刺客是台独联盟 巫师长与盟员二人 黄信刺客开枪的时候 他的右手被身边的纽约警察推高 只在飞越金国先生头上 在旋转门的玻璃上留下一个弹口 黄信刺客立刻被警察 与金国先生办公室主任温哈雄将军一同押走 制服之后押走 金国先生没有受伤 他也没有受到惊吓 反而主动表示 愿意跟刺客见面一谈 但是纽约警方没有同意 认为不疑 金国先生当天 对东南亚工商细经会举办的演讲 照常举行不受影响 他展现了镇定与气度 令纽约的桥界与国际媒体 大为探服 在台湾借银的年代 能有几个大官能做得到呢 四月底金国先生回国之后 各界数千人到松南机场迎接并致敬 我接到救货团通知也前往 欢迎你 他走过我们身边 微笑举手 亲切自然 平易近人 毫无官僚的气息 令人印象深刻 各位看那张照片 是联合报照到了 我给他借来 我是在最后一台 我们现在特别把它拉出来 右边就是Plasa Hotel 他就在中央公园的旁边 民国六十三年 我从预备军官退伍前 申请到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线硕士 同时考上本党中山奖学金 出国前 金国先生在三军军官俱乐部 特别请我们十位中山奖学金的同学 吃早餐 他亲切地问我们去哪一国 哪个学校 住什么研究所 希望我们早日学成回国服务 那时候有生以来 跟他接触时间最久的一次会面 也是唯一的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 学到学位后 决心一定要回国服务 贡献所达 提到中山奖学金 我忍不住要说 最近党部向党产会 要求解冻办理中山奖学金的经费 被拒绝 因为他们引用 据说CIA在1979年的报告 说美国的校园里面 有台湾的特务学生 我要表达严正的抗议 民进党执政过八年 如果真的有 你们没有去查过吗 毫无证据就指扣污蔑 我们中山的同学绝对不会接受 事实上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 我的哈佛的老师孔杰荣教授 特别写了一封公开信 特别声明说 如果马英九是国民党特务的话 我不会让他进博士班 各位各位看得出来 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污蔑 那么年归正传 民国七十年 我在哈佛大学拿到法学博士 并且在纽约工作半年之后 反国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三个月后开始接任 金国先生的英文秘书 开始我追随金国先生七年的日子 第一天 我大概就让金国先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九十公斤的状态 那个船艺的座位是一张 在金国先生跟外宾之间的小板凳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进去 挺胸坐镇 膝盖一顶 就把茶几撞得晃了好大一下 茶杯的水都洒出来了 相当的尴尬 后来总统府秘书市的吴主任 特别交代总务人员 要拉开茶几跟板凳的距离 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密司法 那年金国先生七十一岁 我才三十一岁 各位知道 金国先生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 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利的影秀 蒋中正总统的长子 却在十六岁的那年 主动要求去苏联留学 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与政策 再去面临格勒的托马其夫 中央军制学校深造 还被派到乌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厂中做工 体验基层劳工的生活 他在当时娶了同事方娜 就是蒋方良女士为妻 一度因为苏共路线之争 跟他的父亲决裂 他留学十二年 养成他一生坚强、清明、平时的个性 并充分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 民国二十六年他回来后 金国先生从盖南出世提升 到上海奋力打虎 最后在台湾发光发热 金国先生对台湾有四大贡献 第一是推动十大建设 第二是解除台孔戒严 第三是开放大陆探亲 第四是例行行政案名 各位十大建设促成台湾经济的升级 解除戒严带来民主改革 开放战青促成两岸和解 行政案名端正台湾正风 每一项都是历史性的贡献 我有幸追随他七年 来谈其中三件饶富意义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有关解除戒严 大约在民国七十四年 有一天金国先生收到他的美国好友 二战英雄 美国顾问团的前团长齐列拉将军 General Richard Chiglera 就在这张照片上 他清点函 讨论戒严存废的事情 戒严拉的论点很简单 他说台湾的戒严跟国际社会 了解的戒严很不同 让台湾吃了不少闷窥 有理说不清 戒严如此 何不解除戒严 丢掉这个包袱呢 我把这封信翻译出来 乘点金国先生 没多久 金国先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 问我 戒严这个字英文是什么 外国人说法是什么 我说戒严这个字英文就是Marshall Law 有些字典或有百科全数说呢 他所说的就是无法无天 No law at all 或者是军事统治 Military control 金国先生揍起眉头说 我们没有无法无天 也不是军事统治啊 当时我就感觉到 他已经了解 台湾被国际社会误解得很厉害 戒严这个包袱很沉重 美国75年10月7号 也是一年多以后 金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严邮报发行人 格兰姆女士Kathleen Graham的时候呢 亲自宣布台湾将解除戒严 开放主打 我当时一个字一个字翻成英文 仿佛有电流通过的身体 那是一种改写历史的感觉 终身难忘 第二个故事有关开放大陆探亲 民国76年3月下午 接见外兵之后呢 金国先生突然问我 您就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实景啊 我立刻说有 最近有一些老兵 在西门丁游行抗议 他们穿着白袍 上面写着想家 想回大陆探亲 同时立法委员赵超康 李胜峰跟洪章南在立法院 要求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 我向金国先生报告 实际上每年都已经有近万人 进入香港偷偷到大陆探亲 造成守法的人吃亏 违法的人占便宜的现象 显然很不公平 金国先生听了就说 你去找张副秘书长 我已经交代他了 原来金国先生已经 决定要开放大陆探亲 于是 在张祖黎副秘书长的指导下 我们朝你方案 初步的想法 是在坚持与中共当局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的前提下 透过民间团体安排 经过香港进入大陆 这个民间团体就是 红十字会 经过各方反复协商 这个被我私下命名为 尹考专案的两岸探亲计划 在6月4日签出来 陈送给金国先生核定之后 交给行政院与国民党 中央党部执行 最后 11月2日正式实施 三十年来 两岸已经有一亿人以上的人民 相互访问、留学、投资、贸易 两岸和解终于默默地展开了 金国先生从善如流 真是为两岸人民做了很大的功德 第三个故事有关国会全面改选 民国75年3月 本党举行第十二届三中全会 并在会后的中常会决议成立 由严家干等十二位中常委成立政治革新小组 分别就国会改选、省市长民选、解除戒严、开放主党 强化治安、加强党务工作等六个议题 延伤推动方案 其中第一个就是国会改选 当时国会老代表意见甚多 进度不快 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 金国先生突然叫我到他的七海寓所 那是我第一次进到他的卧房 那就像一个非常简朴的老罗密的卧室一样 金国先生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肚子体能很大 躺在床上说话 他问我 国会改革的进度如何 我说大致顺利 但是老代表希望设立大陆代表制 争议很大 金国先生问我 政府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时候 有没有宣布我们还是代表中华民国全国 我说我没有这个印象 你可以去查一下 两天后我向金国先生回报查询结果 中央政府在民国38年12月7号 从成都迁到台北的时候 当年的国民政府公报 并没有刊载任何我国政府 仍然代表中国的声明 金国先生就说 我们的国会只要是依据中华民国现场选出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 因此设立大陆代表制并没有必要 我听了以后大大地松一口气 这个显示他充分了解中华民国的法统 是靠宪法维持 不是靠自然人维持 那天离开官邸的时候 看见繁星满天 我深深觉得中华民国能够有 这样的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 是多么的幸运 万一他支持大陆代表制 我们政府要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为什么三十年前不改选呢 我最后一次见到金国先生 是在民国76年的行宪纪纪念日 他坐在轮椅上 出席在台北市中参堂 举行的行宪纪纪念大会 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 高举白布桥抗议大声的鼓噪 金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辞 离开的时候 金国先生转头 对着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的看了一眼 那个眼神好像是说 我为台湾做了这么多次 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 那种眼神让人非常的难过 也不舍 我这一辈子永远无法忘记 十九天后金国先生过世 当时我想国会改革案 如果能够早一点完成 也许就可以化解这场抗争 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 直到民国76年1987年7月 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务理事长之后 才交给我加速处理 当时李登辉副总统是小组的召集人 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他请示的时候 他就报约 说这一年 这一年多 专案小组都没有开会 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 也只有由金国先生盖发承受 金国先生逝世后 李明硕带我到处到国民大会 这些地方去说明这个方案 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代表 炮声融融 中场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 我想如果改革方案 早两个月出炉 也许可以避免秦仙人当天的冲突 回想起来我至今仍然痛心不已 一个月后我到头疗夜里 为此在金国先生臨前痛哭 久久不能平复 最后请问我做一个总结 金国先生长于威权时代 却能够突破自身的局限 亲手终结威权时代 让中华民国在经济起飞之余 也能够推尘出心 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用户 开五千年实践民主的先河 这是他为历史 为中华民国 为台湾留下最动人 最持久的贡献 金国先生逝世三十年了 我们永远怀念他 谢谢各位 我们很客气 我们很客气 咱们客气可以 妹妹可以 报告常委 我们刚才都听取了 我们中华民国前总统 也是本党马前主席 英久的专题讲述 金国先生他的行李 以及他印象当中的讲金国行李 那么 都有非常恶要 把握出重点 让大家对于金国先生 对国家 对人民的贡献 有真正整体概略的了解 现在依照我们的议程 交换意见的时间 是有三十分钟的讨论 现在已经登记的前三位 是江硕平常委 沈庆光常委 还有侯嘉宁常委 我们先请登记第一位的江硕平常委 马前总统 乖宁安本 今回马前总统 håll… 我很年輕 才49歲 所以在建國新任43週年前夕 聽到馬前主持的講話 致死 我感動不已 幾乎演練都要掉下來 我覺得今天建國新任 真正能代表本黨來建議本黨的威信 我們是為了他的後代 我們更應對他發揚的觀大 但今天有一個問題 我一定要起訴 是請教文馬前主席 這個軍任散終案 會不會癢癢 我記得在去年12月份 我們中才會曾經通過當產的問題 而且我也記得在95年特徵組 主動來偵辦這案件 我也記得他把這案件 後來也不起訴 徵結 但我不曉得為甚麼 最近台北地連署 又將這個問題丟出來 曾經徵訊過我們馬前主席 暫定十多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為何 我們有不凡的行為 我想吳主席應該不是很清楚 但馬前主席應該很清楚 待會就像馬前主席 救到這個問題 讓我們知道一下 我認為馬前主席在經國先生的訓導之下 一生當中非常輕 不可能涉及三桌任何規法的問題 所以麻煩馬前主席 一直偵辦到103年 在7月底他徵結 簽結 然後在8月4日發布新聞 簡單地講 他查不到任何犯罪的證據 具體地講 所謂的賤賣 他們認為並不存在 所以這個案子實際上 當時我們認為已經結案了 那為甚麼現在又起來了呢 我們初步的了解是 有人就告我 說我侵占黨產 他是一種告發 簡単官就作為 你這個依據的 就把甚麼東西都查了 這三中都查了 三中都是黨產嘛 但到目前為止 我們並不知道 他們還有其他甚麼特別的證據 但至少在103年8月4號 最高檢特徵組所發布的新聞告 說得很清楚 並沒有任何犯罪的證據 特別是關於中市的部分 這個華夏公司 這個出賣中市的股票 也沒有任何賤賣的疫情 這次特徵組有這樣的一個結論 所以到底真相如何 恐怕只有請這個北檢來告訴我們 好 那麼第二位華元的常委是 沈慶光常委 請發言 主席 馬前主席 各位副主席 各位常委 各位媒體記者 大家好 那麼因為我是四年級的 我個人覺得 剛剛我們馬前主席 馬前總統 跟大家所分享的很多過程 在以往那個時代 中常委們大概或多或少 對黨 對國也都能夠有若干深度的貢獻 當然現在更為民主化的情況之下 我們常委仍然能關心黨跟國 但是能夠死上利的地方就少得多了 我跟說明常委一樣 民國六四年 我是在學校參加畢業聯儀的時候 那麼是前總統 經過先生來做的 有行的距離 台上台下 並不遠 但是能夠為 黨國重要的幹部 能夠奉獻而付出的機會 那就差別很大了 所以我相信 三四年級的 絕對有強烈的 這種感受 對於我們馬前總統 剛剛所報告的 那麼儘管 時代不一樣 那麼我想 本黨 一直是 法總的政黨 也是 中華民國 不管 從成都 先到台北來 那麼 也是一直為這塊土地 而打拼了政黨 我們應該 借重馬主席 過去參與這麼多 人事地路俱全的 這些資訊 剛好 回應 其實這段時間 很多我們藍軍基層 包括黨代表 中央委員 或者是常常 垂全我們常委 有關諸多的 最近變化 非常大的博士 包括我們馬前主席 敏感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 變成 在今天 聽完這些 中央的簡報 大家變成 馬前主席的分身 對我們的基層 能夠做一個傳統 精準的傳述 跟說明 甚或 說應該還要請馬前主席 如果有機會 也在諸多的場合 能夠 就手上的史料 繼續做整理 能夠廣為 我們全台灣的老百姓 之息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霍榮 也不是對馬主席不尊重 我也是覺得三中議題 確實紛紛擾擾很多 有關 剛剛放話的單位 也極其分榻 我來自企業 坦白不可以講 任何一個公開發行以上的工資 包括上櫃上的工資 我個人 實務也好 專要非常清楚 它不管在它的價格定定 有資產重製法 也有本益比的淨值 估算法等等 都是專業的 那麼我覺得 畫畫的單位 通常都是 事事而為 比較浮淺的題目 讓更不懂 財務的一般社會大眾 容易被誤導 所以個人潛見 就是說 如果對三中 是否見賣的議題 可以請 就是見證 老主席 就教於若干CPA 科技師 做專業的表達跟博士 在沒有影響到 這個 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 那我覺得 我們 也客觀地講 不談證據 我們大家都對馬前主席 傑森之愛的 那種過度的癖號 真的吃之勝 想吃之勝手 但是 一般老百姓是 不一定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那為了 我們 繼續維護 我們馬上級 本來 就被煙漆的 這個 三中 建牌事件 那麼 甚或 也容易被外人 擴大宣傳 是 變成 本黨 的一個傷害 那麼 基於這兩個的考量 得便 我們盡情 得便的話 當然 繼續請馬主席 在若干場合 不影響 這個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 向外面發聲之外 同時 也呼應本黨 即將面臨的 2018重要選戰時候 有消毒跟博士的作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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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您提到 這個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各位應該記得 我今年的3月14號 我就是因為 偵查不公開 被北遣以 洩密罪起訴 因為我知道了 柯建民他們關說之後 我找江一華跟吳志祥到我公司來 到我們家來 談這個事情 他讓我洩密 到現在為止 已經進行了三場的訴訟 七個法官都認為 是無罪的 剩下一個高院的上訴案 所以我很感慨的是 對於我找行政院院長來談公務 算是限定 可是現在呢 這麼多 應該只有檢察官才知道的資料 洩到外面來 為什麼都不查辦呢 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11月29號 被偵訊了14.5個小時之後 然後我在12月13號 才很好看到外界 尤其是一些媒體的報導 很多資訊 連我都不知道 只有檢察官才會知道的 居然都出來了 所以我主動的 到台北地檢署去告發 檢察長跟主任檢察官 涉嫌卸命 希望他們查辦 同時呢 我也到台灣高檢署 跟最高檢 去要求移轉管轄 那麼高檢的速度很快 在12月15號就回覆了 說你可能弄錯了 負責移轉管轄 就是地檢署 不是高檢署 所以我們在12月25號 又出了一個函 請您再看一看 在刑事訴訟法規定移轉管轄的地方 有一號最高法院的判例 說所謂上一級法院 就是指上一級的法院 不是原來那個法院 所以我們又回憶了 通信過去 現在我們在處理當中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還是有些媒體不斷地在放話 我們覺得好像目的就是要塑造一個 我有罪的氛圍 這點我是覺得非常的不能同意 因為《正常不公開》是 《刑事訴訟法》245條明文規定 所有的檢調人員 他都有這個保密的責任 因此我們也靜待北檢 對這個事情 能夠做一個公平的處理 所以我告的對象 就是北檢的檢查長 跟承辦本案的主任檢察官 另外一方面呢 移轉管轄的問題呢 我不知道現在抬高檢根 最高檢查怎麼回應 因為那個最高法院的判例 是民國34年非常清楚的 而且你翻越法全數 他就在我們行事訴訟 那一條的旁邊 所以這個案大概是這樣 那麼我會在 以至於有關金國先生的生平 其實我有機會就在講 說他的 將了許多的貢獻 也不是說只有民調 他在其他方面留下了許多 可以說筷子人口的一些事蹟 讓我們很感動 我還會繼續講 謝謝 接下來請侯家寧常委 主席 馬前主席 還有副主席 還有秘書長 副秘書長 還有所有常委 所有黨員先進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開心看到馬前總 在這個特別日子來分享 對於我五六年級來講 對我對金國先生真的很陌生 經過今天馬前總統 對於他分享三個故事 讓我更加了解 原來金國先生更有 對我們國家更貢獻更多 其實這是一種讓人家感動 所以幾乎我們這幾年 幾乎每年都有去大紀林警 在這個特別日子一定要去 那嚴言路 剛才大家都提到了 好幾位常委也有提到 最近三中的案件 是事件 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對於馬前總統 這個窮不捨的一直追檔 在於三中案件 是朝著背心罪的方向來偵辦 我想請問請教一下 對於馬前總統 以你的經驗 你念法律的經驗 是否合乎背心罪 我們所了解的背心 就是受委託幫人家處理事務 但是呢 相當到委託人的這個權益 等於說一種 就像公務員堵制一樣 做了不該做的事 那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現在所涉及到的案件 是有關 比如說中央投資公司 還有中央投資公司 所掌握的這些股票 那我們這個中央投資公司呢 我們國民黨是唯一的股東 所以說如果 請教討論 我請教討論 我請教討論 我們想請教討論 我想都可以很容易找得出來 這個 偵查犯罪 主要是要看證據 那麼 在沒有找到 充分的證據之前 不應該對外有熱門發言 這點是 我們覺得 現在的情況 是非常嚴重 現在 比剛剛開始 稍微好一點 但是三五十還會有一些東西出來 我們覺得都都是不應該的 否則的話 辦我的泄密案子 哇 那樣子 那麼大的陣仗 碰到這個事情的話 無聲無息 好像消息都是可以 這樣子對外發放的 我覺得這個對整個社會來講 是一個非常覆怒的示範 謝謝 好 謝謝 馬前總統的註問 再一位就是張玉美常委 現在請歡迎 前總統 吳主席 這位副主席 還有各位常委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其實我很久沒有發言 是因為我覺得今天的氣氛 真的是很好 我就先從馬總統剛剛的報告說起 他的幾個地方 我都是有寫過一本書 CEO有學技 這麼剛好 你去的地方 我大概都有去Prada Hotel 還有那個格蘭姆 我最近寫一本書 寫到這個我最欣賞的三個女性 其中就一個格蘭姆女士 我就先從教育來講好了 教育呢 其實從我是四十六班的 從國內那時候的這個年輕人大學生 之後畢業有這個國民黨的應該是中山獎學金 到國外去這種留學 然後呢培養了很多人才 像馬總統的人才 還有呢我就想到這個德國的 俄國的彼得大帝 他不是就是去歐洲學習之後 西化運動 讓俄國變得偉大的一個國家 那我現在想到 我用這時候來想到國民黨 我們現在有培養一些這個社會 我們台灣優秀的人才 讓他很願意出去 像馬總統 國民黨 小學金也許它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呢我認為我長江商學院 我的校長李嘉誠董事長 他說了 沒有知識不能改變命運 我發現跟很多人在 覺得我們的知識應該要見識 所以這個從外國學習是個方法 然後呢我們自己在一起的學習 我應該那時候共產黨毛澤東時代 就是有讀書會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這樣說起來 我們的馬總統 他是從年輕的時候在國外念書 然後跟著一個偉人蔣經國先生的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企業也是一樣 年輕人跟著好的CEO 就可以學習到很多CEO的做事方法等等 因此呢在提到 領袖的特質裡面有誠信 勇敢熱誠等等誠信 所以三中呢我覺得 法總統 大部分人都相信你的 只是說那種要怎麼去解釋 在這邊我就不多說了 但是我覺得你的誠信勇敢這些都有 您缺了一點點還是要建議你熱誠 熱誠如果熱誠的表達您的 不好意思在前總統面前這樣是太沒禮貌 那我想呢我們這個你給我們的領導 你給我們的這種影響力持續的 我們年輕人要向你多學習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謝謝這個張常委 首先我要謝謝你對中三獎人的支持 各位都知道中三獎人這個制度 已經有二十幾屆了 我是第十一屆 如果沒有中三獎人我不可能出國留學 我也知道很多人跟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出國留學是學社會科學的 幾乎都沒有獎學金 跟理工科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沒有這個錢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出國 有了這個錢才出國 雖然不是很夠 所以還靠借錢 我在美國在哈佛的時候借了三千美金 回到台灣才還清 所以這是有點辛苦的 但是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本黨繼續辦中三獎人 所以我當了黨主席之後立刻恢復 而且呢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能夠進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另外呢就是 大陸它也是有很多學生留在國外不回去 也蠻多的 台灣現在是比較少了 不過這個我們現在因為留學的人越來越少 這個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憂心的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多的時候接近五萬 少的時候也有三萬六 現在只有兩萬一 好 那麼像大陸的話呢 留美學生至少是三十五萬 非常的多 那他們也對大陸的這個 我們發了很大的貢獻 我在總統任內呢 就一再地要求教育部 要想盡辦法能夠讓我們的孩子 尤其是有一些基礎的到國外去看看 去學什麼東西 所以我希望我們黨呢 尽管我們不是一個教育機構 我們培植的人才也不見得 最後都為我們所用 那許信良也是總團獎人軍 所以也有這種例子 但至少呢 許信良畢竟是極少數 還是有很多包括像李大維 總團獎人軍 沈旅行總團獎人軍 我不必一個個講吧 所以他們如果說 中山獎人軍的留學生 都是尼亞伯亞 那我們李大維部長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所以這個獎人軍 沒有道理 沒有常識的事情 那麼 所以我再強調一點就是 還是 培植人才 也是我們黨 非常重要的工作 不論能夠培植多少 總是對國家盡力的心理 非常謝謝 當場的支持 謝謝